作曲 李宗盛 售賣舊物多數是香港人 澳門人認為這些東西我以前也有 我也有丟 香港人根本儲不起這些東西 今天買回來的文化書 過兩、三個就要丟 甚至小時候看那本書 他會恨的 恨的就要買回來 因為在香港 如果你說小孩 比如你看龍珠 你問問你的同輩的人 你會否家裡有一套龍珠 曾經有 每個人都告訴你 可以這樣說 所以舊的漫畫書 舊的東西 多數都是香港人過來找 現在很多強國人找 80年代之前 他們都很少機會接觸這些 如果你聽這些 香港的歌聲是犯法的 所以他們下來找 武俠小說 唱片 他們當時沒有的東西 他們就下來找 這些行業是近乎沒得做的 你以前外面有一間 當旺街的 你被人加租 加到是 即是不成理由 加幾倍租 那便接了 那這裡就 你訪問得快 遲些就拍了 最可惜的是澳門 沒有美食 你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有當福龍新街那樣 他由七元開始光顧他 說的是十多二十年 我最近去到 早兩年 去到十三元 他一邊排隊 唐紅食的排隊 還能吃到 我最多打包 在門口吃 好了 到某時某熱 他叫一碗彎 一筆路口是不能吃的 已經很粗糙 他習慣了 你推出來 一直拖命 拖貨出來 你這些人都會接受 他便以為是可以的 你往外面進去吃 不是 我們以前吃不是這樣的 那便沒有了 好可惜